既然已经确定魔师的来源在这里 我们是否先退出去 给师尊传讯 然后等大军赶到再行动呢 赵仙颖传音和柳明交流道 也好 不过这事先交给你来做就行了 我让谢儿先带你出去 我继续往里面看看 而魔云中召唤出古魔师 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恐怕有一定的仪式 在大军到来之前 最后将一切情况都调查清楚 柳明沉言了一下 说道 不行 柳家在峡谷中肯定留有后手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赵仙颖的脸上露出了担忧的神色 说道 柳明心中生起了一丝暖意 赵仙颖的关心让其十分受用 这种滋味他似乎很久没有体验过了 无妨 就是被发现我也有信心能够逃走的 柳明说着 眼角余光看似随意地朝身后瞟了一眼 黄斧师家的那个通玄大能 一路尾随至此 虽然其小心隐匿了气息 不过还是没有能够瞒得够摩天 眼前的情况虽然说步步危急 不过也是一个天大的好时机 柳明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对付此人的主意 你既然执意如此 那我也不拦你 不过 我也要跟着一起 赵仙颖神情一动 语气坚定地说道 柳明听闻此言 眉头一皱 他让赵仙颖出去 一方面是考虑到此女的安全 当然也存在着故意撇开她的意思 毕竟有此女跟着 很多地方都不太好下手 远不住自己一个人稳妥 你不用劝我了 我一定要跟着去 赵仙颖眼见柳明 似乎要开口说些什么 蒋仙说道 好吧 那你就跟在我身旁 但在危险之时 我会将你收入洞天法宝之内 你不要抵抗 柳明想了想 叹了口气 说道 赵仙颖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下来 两人商量以弊 继续画为一团微不可查的影子 继续朝前方而去 之前看到了那个巨大魔师 似乎是看守峡谷入口的巡逻者 以车换图腾的神庙 柳明两人自然是轻易地避过了那头古魔师 继续朝着峡谷深处而去 又前进了一段距离 前方雾气当中 又是一个巨大身影浮现而出 赫然又是一头古魔师 不过这一头魔师体表 曾出现淡青之色 看起来似乎是身上 穿着一件淡青色铠甲一样 这青色魔师动作颇为灵活 目光不时地朝着周围看去 瞳孔之中红光隐隐 一副戒备的模样 柳明目光一闪 带着赵千颖绕了一个弯子 避重就轻地绕过了这头青色魔师 接下来的路途越过峡谷的深处 遇到的古魔师数量就越来越多了 一路行来 少说已经有三四十头之多了 而且其中也有不少 感知敏锐的魔师存在 甚至好几次被发现了两人的行踪 幸亏柳明激景 及时躲闪了过去 很快两人渐渐地接近了峡谷深处 靠近了当初魔云入口出现的地方 到了这里周围的白色雾气反而淡了下去 柳明一脸凝重之色 动作变得越发小心翼翼起来 有青色油光绕过了一处山谷拐角后 眼前的景色突然变得开阔起来 来到了一处山谷的空底 柳明朝着前方看了一眼 脸色一变 青色幽光迅极无比地往下一转 落在了一处巨岩的后面 前方的山谷空地 正是当初魔云之门出现之初的地方 不过此刻的空地之上 基本已经没有了白色雾气的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山谷之中 有一座上下三层的黑色祭坛 祭坛上空赫然是一座灰蒙蒙的空间之门 和当初魔云开启时颇为相似 空间之门内 一个青色边影凭空横更于内 并徐徐地转动着 除此之外 祭坛前还有一个银法老者 正在喃喃自语地说些什么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柳家当代家主 大朔军的实际掌控人 柳徽丰 祭坛的四角 则各自盘袭坐着一名柳家天象敬抢者 四人的身前 各自悬浮着一件法宝 分别是一件洞销 一架古琴 一个琵琶 一个魔环 法宝发出耀眼的光芒 和空间之门中的青色边影 隐隐地有些呼应 柳徽丰口中念念有词 身上泛起数尺来长的黑色长芒 整个人似乎融入黑暗之内一样 看起来无比的诡异 此时的他 身前放着一个深青色的顶 看起来是一个要顶 有一人多高 散发出淡淡的青色光芒 里面放了一些暗红色的块状物 散发出了一种古怪的气味 似乎是某种香料 青色药顶之上 冒出了一缕红色的青烟 飞入了上方的空间之门内 果然 柳明看了一眼 便立刻地移开了目光 潜伏在了巨石的后面 虽然他没有细看 不过柳辉峰现在 明显是在施展某种仪式 以他来看 八成便是召唤古摩尸的 我认得那个青色药顶中的东西 那个暗红色东西 叫做雪碧螺 散发出的气息 对摩尸有极强的吸引力 赵千莹嘴唇微动 对柳明说道 柳明文言 身色已宁 点了眼头 他目光微闪 翻手 取出了一块白色玉符 正是皇甫玉破 给他的那个 随即挥手打出树道法掘 落在白色玉符之上 浮禄顿时一闪之下 便化为了一道红光 便要飞入虚空之内 不过就在此刻 虚空之中 突然泛起了一阵白光 将传讯浮禄 逼了出来 柳明和赵千莹 脸色一变 还未等他们做出反应 两人周围 黑影一闪 十几头高大 青色摩尸 突然从周围 浓密的白雾当中 飞出 并将两人 团团地围在了中间 不好 赵千莹 豁然站起身来 身上紫光大放 翻手祭出了紫色小顶 便要动手 柳明目光一转 一把拉住了赵千莹 周围的古魔师 只是围住他们 并没有立刻发起攻击 紧接着 两人的身前 半空中人影一闪 柳回风的身影 浮现而出 这位前辈 我们是偶然路过到此的 眼见这里云雾弥漫 这才见了一探 并非有余冒犯 柳明心中念头急转 面上丝毫一色微露的 拱手说道 柳回风虽然过来了 但那盘坐在祭坛四角的 四个柳家天下的身体 却是纹丝未动 甚至目光 也没有朝这边看上一眼 柳回风本来单手抬起 似乎准备 让古摩尸 将这两名闯入者杀掉 但听到柳明所说的话后 目光在柳明的脸上略意停留 面上神情一变地说道 咦 你是那时候 从大混沌摩罗阵中 逃出去的小子 柳明文言神情一变 眉头皱了起来 随即他有意无意地踏前半步 将赵千颖护在了身后 中央芒朝的皇甫千颖公主 柳回风注意到柳明的动作 目光转移到赵千颖的身上 眉梢一条地说道 赵千颖并不认识柳回风 但也从对方身上散发出的气息中 判断出对方绝对是柳家之中举足轻重的人 此时见对方竟一眼认出了自己 心中不由的一正 面上显出了一丝慌乱之色 原来你是皇甫世家的人 柳回风的目光重新回到柳明身上 脸色一冷地说道 我设法缠住他 让新招老带你先走 将这里的情况并报给魔皇大人 柳明突然微微侧手 低声对赵千颖说了一句 同时身上土黄色光芒一闪 一下即出了六颗山河珠 赵千颖一正 显然并没有明白柳明此言的意思 哼 来到了这里还想走吗 别以为我没有觉察到你的存在 出来吧 柳回风冷哼一声 单手毫无征兆的一挥 一道细长的灰光积视而出 如瞬一般 轰击在了远处的一处虚空之上 红隆的一声闷响 灰光击中的地方 虚空一阵剧烈颤抖 一个黑色人影 亮腔着浮现而出 黑色人影的身上 黑气消散开来 露出里面的人 却是一个长脸掉眉 身着黑色服饰的中年男子 双手金光流转 并没有露出丝毫惊惶的神色 只是看向柳明的目光中 闪过了一丝异色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黄府新道友 大驾光临 真是有时远迎了 柳回风脸色一动 冷冷地说道 赵千颖转手看了柳明一眼 翘脸上露出了 诧异的神色 那个调媒中年男子 他自然是认识的 是族中一位 常年闭关的通学大能 平日里 极少在人前出现 自己也不过只是 见过寥寥数面而已 他诧异的是 柳明为何认识这个人 新长老 事到如今 只有分头行事了 务必要将这里的情况 告知魔皇大人 柳明面上 先闪过了一丝惋惜之色 随即大喝一声 六颗山和猪 木然放出大片的 土黄色光芒 包裹住了 他和赵千颖的身体 朝着峡谷之外飞去 第二枚中年男子文言 眉头一皱 显然意识到了什么 就在此时 身前骤然出现了 三头古魔尸 树枝巨大的魔掌 拍在了黄光之上 一股呸然距离 直接将柳明两人 连同山和猪 拍了回来 再次掉入了 古魔尸的包围圈子 柳辉峰看都没有 看柳明两人一眼 只是死死地 盯着不远处的 掉眉中年人 显然在其眼中 有那些古魔尸在 柳明两人 根本不值一提 只有面前之人 才可以称得上是对手 柳明两人 尚未稳住身形 周围的石玉头青色古魔尸 眼中红光大放 口中发出一声嘶吼 朝着柳明两人所在 扑了过来 几乎是同时 柳辉峰也开始发动攻势 身形一晃地 朝着黄辅新所在冲去 身处半空 手中蓝光一闪 击出了一柄蓝色的玉如意 随着其口中 传出几句低沉的咒语声 蓝色欲如意表面 蓝光大盛 散发出了一圈圈蓝色光晕 从中传出了一阵嗡鸣声 紧接着 一头蓝色猛虎 在蓝色光晕中凝聚而出 并朝着吊眉男子所在扑去 蓝色猛虎 在飞跃的过程中 迎风暴涨 眨眼间 划为了数十丈大小 随着一声唬啸 一股响彻天际的极寒气息 从蓝色巨虎身上 散发而出 巨虎巨口一张 一道粗大蓝光喷射而出 打向了吊眉中年男子 此时的吊眉中年人 心中不禁大为恼火 在柳明说话的瞬间 他便立刻地明白了柳明的目的 这小子能发现并认出自己 显然是摩天从中作祟 此刻三言两语之下 又要故意挑拨柳回风和自己拼斗 他心中明白归明白 却自知无法向柳回风解释什么 眼下情况 只得先应付柳回风再说 心中念头急转之时 其动作却丝毫没有迟疑 几乎在蓝色巨虎出现的瞬间 脚下一点 整个人便朝着后方倒射而去 蓝色光柱自然一下落下 柳回风早已料到 黄腐心会如此做 手边光芒一闪 打出了一道法掘 飞入峡谷周围的白色雾气之内 白色雾气顿时疯狂地翻涌着压迫过来 黄腐心立刻感觉到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极大阻力 身形不由地停了下来 此刻 蓝色巨虎已经扑到了之前 黄腐心所站的位置 同时口中 再次喷出了第二道蓝色光柱 直接朝着她的面门 击射过来 调命男子脸色一沉 单手一抬 一道黑光从她手中飞出 却是一面黑漆漆的小帆 上面有着一只黑色凤红花纹 一个模糊之下 幻花长大了数十倍 挡在了她的身前 蓝色光柱轰击在了黑帆上 黑帆表面黑光流转之下 挡住了攻击 不过下一刻 一层蓝色晶莹的冰晶浮现而出 并且飞快地在帆面之上蔓延开来 黑帆光芒立刻暗淡了下去 就在此时 一道黑色法爵 从黄浮心的手中打出 直接没入黑帆之内 紧接着 黄浮心病指在手腕上一滑 一道鲜血击射而出 也一闪即逝地飞入了黑色帆面之内 黑帆光芒立刻大放 一层浓郁的黑色火焰 在帆面上浮现而出 隐隐地有一声尖锐的鸟鸣声传出 随即鼓翻表面猛的一阵 将上面的蓝色冰晶震碎 再次飞入到了掉眉男子的手中 掉眉男子的身上 立刻燃起熊熊的黑色火焰 整个人都被淹没在里面 柳回风眼见刺警 身形立刻停了下来 脸上也露出了几分凝重的神色 感谢收听 摩天计